HELLO 大家好 神忍了那麼久終於出片了 復出第一條就是利物浦對阿士東維拉 跟回老規矩,都是遲很久才講回這場比賽 為何會選這場呢? 因為本來都是想短短的做了這場 接著再加多場阿仙奴對曼聯 畢竟距離夏倫英超都有兩個星期時間 但始終都滴不起深光去剪 這都是為何停了那麼久的原因 做了那麼久的確沒有衝勁 沒甚麼動力去完成一條片 不知為何 上季季尾其實都有幾條片開了個頭 都完成不到 季初還有一條講曼聯Mount的片 又是做做下擱置了 不過不講那麼多 有機會開直播跟大家聊聊 講回這場比賽 首先主場出擊的利物浦2433出戰 跟季初部署差不多 是前鋒換上上場夠全家的劉尼斯 將近幾場表現普通的家寶先任後備 至於維拉亦沒有太大變動 表面上為442 但進攻時會進行變陣 說到無謂,立即落場 看看艾美利的戰術 以國阿士東維拉首先要了解艾美利的戰術 維拉防守時陣型為442 雙箭頭在最前面遮線引導對手發展方向 4人中場則在後面根據發展方向移動壓迫 但因為利物浦有3名中場球員 而維拉只有雙中場,人手並不足夠 所以理論上當引導對方在一邊時 遠邊的中場要一起收窄去填補人數上的劣勢 不過這球卡馬拉被中司吸引拉走 堕得比較深 作為右中場的卡士,看著卡馬拉 他都很難走入中路幫忙逼馬阿里士達 位置上卡馬拉應該盡早抹馬阿里士達 中司放給卡士維持4人中場線 同時亦可以明白為何維拉的防線要推到這麼高 就是要有效壓縮中場壓前後為留下來的中場空位 當卡馬拉發現時馬阿里士達已經有空位轉身向前 維拉迫搶失敗 在中場輕鬆給對手用球 剛剛上程壓迫的麥堅亦瞬間失位 左路出現缺口 幸好Sobos-Lai控室 不然壓前防線將會非常麻煩 進攻方面 4-4-2維拉會轉成三中堅 右閘江沙收到右中堅 左閘迪利壓前成左翼位 右邊當然由卡士繼續負責 而利物浦保持4-3-3迫搶 所以最正路就是三箭頭直接對三中堅 兩個中場壓前去對雙中場 但這個迫搶方法很容易逃脫維拉的翼位 因為Sala壓前逃中堅就必定會逃脫敵利 而右閘的阿諾要負責左翼的麥堅 所以要留意Sala的迫搶 他非常純熟地利用弧線走位 先封住傳給迪利的條線 再迫向托利斯 中間紐利斯亦以同樣的走位方式 從中堅迫向門將 再夾擊托利斯 利物浦中前場以教材式迫搶 成功令托利斯完全沒有選擇 再清楚見到 維拉進攻是呈3-2-5 在邊路維拉有4名球員呈0-1 人數上明顯overload利物浦 壓前變成左翼的麥堅 收窄再吸引阿諾內收 靠邊左翼位迪利便沒有人看管 維拉後場沒有壓力之下 長傳轉邊時 右閘阿諾瞬間被形成2-1 今場維拉左翼位迪利有4次key pass 僅次於5球的阿諾 轉邊成功後 最後維拉立即投入人數進入禁區 除了三箭頭之外 對邊的Casso亦都從遠邊實入 到利物浦進攻 基本與維拉非常相似 亦都是現時非常流行的做法 先由4後位轉成三中堅 Robertson收窄 阿諾從右閘收入中間 以及阿里士打形成雙中場 而維拉繼續以4-4-2收窄防守 可以見到Casso收到接近中線 而利物浦雙中場基本被重重包圍 維拉逼到利物浦向邊後才開始施壓 利物浦經援將鑽另一邊亦一樣 4-4-2的陣型可以有兩個防守球員保護邊線 加上利物浦3-2-5邊路只有一名球員進攻 維拉可以根據皮球左右移動防守 但利物浦在後場有人數優勢 維拉雙箭頭難以給足夠壓力利物浦 又不過即使馬迪浦有位壓前 速度上仍然突破不到維拉收窄的防守 面對維拉那麼緊密的防守 利物浦慢慢減少勉強經中場組織 可以見到後場有6個人 而維拉卻只有一對前鋒在中間遮下線 重點當然是收入中場的阿諾 基本上是利物浦向前進攻的命物 但阿諾拉後拿球 維拉一對前鋒亦沒有給太大壓力 所以阿諾成功拿球轉身望遠邊 再一腳長傳很快地轉給Dias 阿諾的傳送屬於急速而且又非常準 當維拉收窄防守時 球永遠都比人快 所以兩邊必定出現空位 加上中施壓前站在閘與中堅之間的空位 吸引對方右閘令Dias有更多空位用球 繼續見到維拉442收窄 防線推前壓縮中路空間 迫到利物浦向邊時再用兩名邊路防守球員去拍 沒有問題 利物浦用正常方法轉邊當然去不到 去不到就向後面猜 留意畫面上方的馬迪浦和阿諾拉 他們兩個慢慢交換位置 利物浦四人防線都處於自己半場 維拉兩條四人防線要集中防守 雙箭頭又雙拳難敵四手 所以阿諾在中堅的位置有大量空位和時間觀察 這時候留意Cashu的位置 在近邊大約HalfSpace附近 然後阿諾傳去右路的Sala 吸引維拉整體防守靠近 Sala當然沒有位去 再回給阿諾時 可以見到Cashu已經被吸引 比剛剛更接近中路 阿諾在右中堅位置完全沒有壓力 維拉屈堅斯亦沒有嘗試施壓 阿諾做好預備動作 扯一個非常急勁的長傳給達雅斯 加上中斯又故意靠近HalfSpace 牽引江沙造成Overload 江沙去追達雅斯時 中斯在中間已經空了 可惜的是達雅斯不是左腳球員 不能快速用左腳傳給中斯 用右腳控切入中間反而被江沙有時間回防 浪費了阿諾一次這麼漂亮的長傳 同時亦顯示利物浦已經找到維拉的弱點 所以維拉的問題是推高防線 希望壓縮陣形、鎮守中路 迫利物浦去兩邊 但最前面卻給不到足夠壓力對方 給太多時間對手 特別阿諾可以看著防線後面的空位去長傳 令防線多次與達雅斯、沙拿、劉尼斯賽跑 就算不輸都消耗大量體力 即使雙箭頭對三中堅都需要給到適當壓力 好像這球Casio主動給壓力Robertson 用弧線走位逼Robertson控入中路 前鋒就可以起動逼中堅 中場線再同時施壓 不讓利物浦的球員輕易轉身望向前面 迫到利物浦向後再繼續施壓 最後迫到滿將長傳 這樣才是正確的打法 當然不是每一球都要全力逼殺出去 但起碼都不可以讓對手輕鬆用球、輕鬆轉身 維拉中堅卡路士受傷後換入比利加強攻力 亦可以見到比利應該受到指示要留意最邊的敵人 防止又被對方輕易打兩邊 所以他的位置明顯偏右 不過最大的問題不是兩邊 而是墮口的阿洛沒有人給予適當壓力 一路被他用球觀察 防線又一直推高 中前場又一路被吸引壓前 但又給不到壓力對方 兩線之間就斷了聯繫 阿洛一個過頭球 放到位置被Sala跑 又要玩賽跑 兩隻閘都勉強追倒 但對中堅明顯都不夠跑 所以Sala第一時間傳中 努尼斯可以輕鬆起腳 Kazu亦跑得太快 放了老胡 再看多次維拉防線位置 Dias,Sala,努尼斯 見到阿洛拿球 都已經貼近防線準備起跑 之後都很多次出現類似情況 維拉迫上來 然後阿洛大腳踢上前場被前鋒去追 防線壓到上中場 與努尼斯鬥走 場轉6點又尷尬,門進又出不到 造成很多驚險場面 其實利物浦防守一向偏向收窄壓縮空間 所以維拉用一對翼位拉開進攻 是奏效的 迪尼傳中的時候 禁區附近人數甚至比利物浦防守球員多 可惜迪尼4個Key Pass 最後一球都把握不到 最後再看一次維拉前鋒 是需要給壓力利物浦 逼到中堅回後中場再壓上 但的確是冒險的 因為4-4-2對4-3-3 中場人數不夠 對邊中場需要收入來填補 如果這一下收過來拍不到 比利物浦轉到軟邊便可以輸 這球最後迫到 但射門框都不中 到下半場出來都是這樣的情況 沒有太大改變 差點一開球便輸多球 可能作客關係 對了,維拉都不敢太薄 反而不湯不水 比利物浦利用到漏洞 高普近期都非常依賴阿洛的助攻力 為了給更多自由他 不惜犧牲羅伯臣 為的是組成三中堅 Support阿洛收入中場 其他球員都會因應阿洛的位置進行補位 而阿洛亦不負眾望 發揮到強勁的傳球能力 這個做法是好事壞暫時未有定論 因為阿洛始終不是打慣中場 中場中需要的節奏 位置感、觀察、半轉身等等 阿洛都做得未夠好 今場維拉給到空位才有效果 但有壓力時亦很容易成為缺口 過往都未試過這樣輸球 至於維拉 4-4的戰術優缺點都很明顯 之前都講過很多次 優點是陣形平均 可以壓縮中路的空位 雙箭頭又可以有效遮線局對方去兩邊 兩邊防守又有足夠人手去應付 要盡量迫搶亦不難 但收窄的陣形面對快速轉邊的打法 非常容易暴露空位 就如今場 但為何艾美利或多球隊仍然會用呢? 因為當今球壇有多少個球員 真的做到又準又很急速的長傳呢? 只要給到適當的壓力 迫對手搏多幾腳去轉邊 隊友就會有時間左右轉而防守 這套戰術才會成功 好,今條片來到這裏 非常感謝有球迷在這段時間 今晚都有DM我關心我的狀況 亦都感謝到這個moment 都仍在做會員 support我的球迷 之後會努力出多些片 嘗試做多些直播跟大家交流一下 老套都要再說一次 大家的支持真是非常重要 是有繼續做下去的動力 希望大家可以CLS 還要加入會員 支持理性分析出更多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一下子 我們下條片 也不小心 都可以 提到 你不小心